在越南平阳省呢 这个新加坡工业区 停转工业区 大灯工业区 和神浪工业区 越乡工业区等地 都有这样的反中示威 一开始本来只有 两三百名的群众参加 后来逐渐扩大 甚至脱续了 还有机车族 跟游戏民众就包围厂区 民众看到有中文招牌的公司 和工厂就闯 他们推倒这个铁栅栏 就展开冲撞 后来就更进一步的 要求厂方停工 还要求现场员工 统统罢工 然后就展开所谓的破坏与攻击 他们就是要砸电来反中国 而机车族也看到 有一帮一帮的 在现场叫嚣 他们打呀砸呀 抢呀到后来纵火 越方虽然说出动了军警阵报 但报名比军警来的更多 甚至在现场有些台商说 看到阵报警察 根本就是放任他们 那么就有一个传言说 政府放任他们去发泄情绪三千 所以连媒体记者 都没有很积极的在报道 接下来看到我们的台速 人责场大门被冲破了 有台商说 那么要用绿文写说 我是台湾不是中国 这样的布条 才有可能逃过一截 但是到后来 几乎是不管你是什么人 只要是亚洲人的工厂 就开始破坏 抢劫 你看到的这个画面是 火烧平阳工业区的状况 但中暴动延伸到胡志明市 在外面用餐 你就可以感觉到 这种气氛 比方说很多的越南民众高谈扩论 打倒中国 保卫主权 目前所知 有240名台商 事先安置在饭店 像是有房间不够的情况 连会议室都必须协调拿出来 越南官方说 会保证饭店的安全 不过您知道吗 越南官方媒体说 他们的上街抗议是一种 爱国心的表现 烧 强 打 越南大规模排华运动 上百家工厂 上千名台商受累 辛苦腹吃一具 欲苦无泪 暴明夸张的行径 堪在当地官方媒体眼里 被解读成是爱国行为 标车组不断乱窜 扫荡厂房 宁可错杀 绝不放过 越南媒体下了斗大标题 形容民众上街头抗议 是出于爱国 内文更替报名背书 说群众不是反动分子 单纯是为了表现爱国主义 叫嚣声形容成唱爱国歌曲 还说活动充满热情 兼具理性 又没有搞错 虽说不忘呼吁民众冷静 强调如果发生抢夺财务和破坏等行径 政府会依法延办 但暴动踩不住刹车 这招借刀杀人 越南政府以诉求民意为由 对大陆隔空呛瞎 隔岸关火的心态不愿插手干涉 台上会更盛传 越南政府考虑让报名发泄三天 直到两万多人上街头 行星之火 准备燎原之际 才出动了两千名警力 维护秩序 这场越南二十年以来 最大规模的排华运动 越南官方一句出于爱国 听在无辜受力的台商而立 情何以堪 国际中心是用于兵役